先把它錄下來,那我們按照步驟 錄完之後,其實我只有加 一一習慣上會加註解 註解的習慣前面會加步驟 不過當然這個是個人習慣 我是推薦你們,我自己習慣是加一個步驟 那我會把我的步驟也許先寫在旁邊 我就照著錄製之前 最好我已經熟練了,否則他會錄下不應該錄的東西 然後加了註解,接下來的話加完註解之後 再把可能需要變動的那個部分變成一個變數 所以X是一個變數,那個名稱的話不一定叫X,你可以叫其他名稱 那這邊的話呢,我用Criteria1 然後去做取得條件,然後在這邊的話 Copy之前要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在哪裡呢?在最後一個的後面 那特別是這個是序詞 這個最後面一個的話,意思 這個Shift.com他會算幾個 預設好像一個啦 所以他這個地方是第一個的後面 第一個後面意思說就是在他的那個右邊的地方產生一個 所以那個那個工作表呢 我們就重新命名 那重新命名的話呢,你會發現 這邊為什麼上面有一個Shift.com 下面有一個Shift.com 不過特別注意喔,這個Shift.com 這個假設預設是1,對不對 下面這個Shift.com變2了 為什麼?因為上面add了吧 add add之後呢 就會產生第2個 所以呢 上面的這個Shift.com 它是在第1個的後面 可是下面那一行 因為你已經add了 所以呢 下面會加1 所以下面的Shift.com是指的是第2 意思說 我們的第2個那一個 就是新增的那一個 的名稱 幫我改成X X裡面 比如說叫菜頭 OK 所以這個特別注意喔,因為很多同學搞不清楚 上面的Shift.com跟下面的Shift.com有什麼差異 因為只要有add就會多一個啦 OK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把它貼上 在哪裡貼上 在第1個工作 A1上面貼上 然後自動調整欄寬 其實自動調整欄寬還蠻好記的 就是colons.autofits 那其實這個寫法的話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selection 其實一般寫法這樣colons.autofits也可以啦 意思就是所有的欄喔 都幫我自動調整欄寬 不過呢 其實這個敘述變成所有欄 它會一直跑後面啦 所以 有的時候可能還可以寫更精確一點啦 你可以哪一欄 A欄 冒號 到哪一欄呢 好像是不是L欄 我看一下 應該你可以 哪一欄到哪一欄 好,比如到L欄 所以你可以什麼 A欄到L欄 autofits 這樣也可以 所以 基本上它的寫法 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將來你要學會怎麼去修改你要的東西 而且未來 以後如果說在別的地方 也會派上用場 你也可以不用重錄了 直接貼過就可以了 像後面我們有一題那個私下登錄 其實在雲端上還有一題啦 私下登錄 這個是內政部官方網站的開放資料 我只是把它下載 然後 它可能全省都有 我只有抓台北市的 然後 假設因為私下登錄呢 基本上 目前 假設你手邊沒有一個查詢系統的話 但是你要馬上希望查 查哪個呢 比如說我們附近 博愛路的 太貴啦 算 附近 還是 財是都很貴啦 可能要查很遠嘛 查到文山 我好像有查到 萬華吧 萬就是文山區 才比較 稍微便宜一點點 那你當然就是 輸入一個 關鍵字 這個關鍵字也許是哪一條路 對不對 它有一個完整的例子 哪一條路 把那 那些 道路最近的 私下登錄的那個行情 列出來的話 那其實 以往 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恐怕沒那麼簡單 因為你需要一個查詢系統 但是呢 如果你會今天的 剛剛講的方法 其實很快 甚至不需要 重新寫程式 你只要把剛剛的程式貼到 那個私下登錄裡面 改一下就好了 而且也改不了幾個地方 馬上會有個查詢系統 所以光這一招 很多地方馬上就可以 即便那個資料你急需要查 你就可以馬上 就可以讓你可以查到你要的 所以呢 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就把這些東西做完 應該都看得懂 不過我建議你的經驗值 可能要 慢慢要增加 有些錄製劇集 平常 只要有機會 使用到那個Excel 那你需要自動化的地方 我是建議 你都 試著錄製劇集 多多練習 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這招還蠻管用的 因為很多地方 只要你本來會的那些Excel功能 都可以達到自動化的目的 像剛剛篩選 我們也是 增加什麼 其實就增加這個X而已 主要這個 就把這個X加了 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再增加什麼 增加一個按鈕 有沒有這個 但是這個按鈕 你 也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說呢 我把它放這邊 如果我按一下它之後呢 當然 可能我要找 先不要找重複的 不然會錯 老王 假設我找沒有的 老王好了 按一個確定 他實際上就是 Infoot Box進去 然後呢 就跑剛剛的流程 最後幫我把資料貼到新的工作表裡面 好 不過 特別注意 理論上 這個 這個按鈕 應該要變形 可是 為什麼它沒有變形 我後來發現 2010以前的版本 按鈕會 跟著什麼 跟著它的高度 因為我只要篩選過 有些地方 它會變一條線 所以按鈕也會變一條線 但是呢 這個問題 因為 版本 2013以後的版本 居然 就不會發生了 所以 我這邊有 第二 就是說我們在 雲端白板裡面有提到的 這個 底下 這邊有沒有 控制項 理論上 它預設是大小位置 隨儲存格 變 可是 現在我是沒改的 我看一下按右鍵 理論上我是沒 按右鍵 這邊控制項 這邊有個 摘要資訊 有沒有 大小位置 隨儲存格 變 可是你會發現 我剛剛有 篩選 它變一條線 可是奇怪 它就沒有變 當然如果你現在還在用2010以前的版本 我是簽意你一定要改 以後你應該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稍微講一下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版本比較新 所以它沒有發生 但不代表說 前面的 版本不會發生 因為我想應該也不是每個人都用那麼新的版本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好像2016 有一些新的功能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呢 接下來 我希望呢 做完這個之後呢 我還要做什麼呢 做其他的 這個 功能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說呢 我希望把這個功能變成什麼 變成關鍵字查詢 因為我現在的篩選方式 一定要全名 可是我只知道說 那個人好像 後面那個字 叫 叫什麼 熊的 可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英雄 我只要叫什麼熊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用關鍵字搜尋的話 假設你這邊 你用那個什麼 用輸入一個熊不行 可是如果將來你要用關鍵字查詢的話 請特別注意 在criteria後面這個地方 你就不能用完整的 而是要用什麼呢 所謂的 像關鍵 Google你不是打那個關鍵字嗎 那 關鍵字就是說 你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 只要中間出現那個字就 幫我查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變關鍵字查詢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 我們雲端上面這邊提到的 但你也可以自己錄製的 不過錄製 你可能要再錄一下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星號 對 那他的星號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把它串在哪裡呢 串在這個的前面 跟這個的後面 特別注意喔 這個 請注意一下那個關鍵 因為串接嘛 所以一定要end符號 對不對 把這個什麼呢 x放在中間 那串的方式的話呢 如果你現在串不出來 你就參考一下這個 我大概串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在這個前面 雙引號 雙引號 1到中間 然後呢 等於星號 這邊的話 等於什麼 一個星號 然後面的話呢 再加一個end 串接他 然後再加一個end 空格 然後雙引號 兩個 把星號放中間 這樣就OK了 實際上我只有加什麼 加這個 這個是 等於是x的前面 要一個什麼呢 等於星號 這樣子 但是我不能跟他直接串 所以未來可能是什麼 也許你這邊的話 星號熊吧 假設我今天輸入一個什麼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熊 可能是英雄還是狗熊 反正 還是五尾熊 還是什麼 反正 等等的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星號 好就是大概長這樣子 那為了要串這樣子 就是 前後都要加這兩個 那當然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如果說我今天 篩選 輸入什麼熊 那剛剛 如果你沒改的話 一定不行 可是如果你改的話 按個確定 OK 你會發現什麼熊出來了 英雄 不過呢 當然如果你有還有什麼什麼什麼 高雄 反正只要有熊的關鍵字 他也會幫你全部放進去的意思 這個前提是我們有改這個 改這個東西才OK 如果你沒改 那他就會變成查不到資料了 OK 那 那後面的話呢 當然還有一些地方可能要注意的 就是 其實還有哪些地方可能 未來可能你還是需要做修改 就是 在那個什麼呢 範圍的地方 2500 因為2500未來 可能也許資料會 總表的資料也許會增加 也許會減少 那如果未來 你這個地方 假如說 增加或減少的話 那當然 查詢的結果 就不正確了 所以怎麼辦呢 也許你要把這個2500變成一個變數 那變數的寫法的話 基本上 我記得我們以前寫個類似 游標放A1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呢 不不不跟正義 應該是問題05這邊 Ctrl向下 2500 有沒有 2500 那如果說我要把這個 這個地方變成一個 非固定的話 你就可以 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I 那 這個I的變數 我可以自己取一個 I的變數 這個I的變數呢 是去抓什麼 抓向下 追蹤什麼呢 最下面列 所以我們可以 Range 從A1 好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至於要從哪一欄 去追蹤向下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那一欄 一定要是Key 就是資料庫裡面 一定會有一欄 是什麼呢 那個叫Primary Key 就是那個主要的鍵 那一欄 那一欄的話 一定有個特性 什麼呢 那一欄 第一個 一定要有資料 第二個 資料不會重複 這個 就是資料庫裡面的概 正規化的概念嘛 有沒有 你要建一個 資料表的時候 一定要有個欄位喔 是 主要的鍵 那我們如果追蹤的話 一定要是 那一欄喔 也許你可能不是放 第一欄 放第二欄 等等的 反正沒關係 那如果是第一欄的話 你就說 從A1 向下追蹤 追蹤什麼呢 他向下 的那個位置 XL當然是向下追蹤 到的列 告訴我 那這個時候當然呢 我可以利用這一行 這個其實前面也有講過 在入門班的時候 講蠻多 就是向下追蹤的這種概念 然後再把這個I 追蹤到之後的這個 位置呢 再把它放在 2500這裡 但是你要放進來的話 你不能說直接放I 你要把它當變數 串接 所以它本身是一個什麼 一個字串 現在這個是一個字串 字串跟變數要串接的話 而且是串在後面喔 不是串在中間喔 串後面的話 那很簡單 記得 1把2500刪掉 2的話呢 空白鍵加一個AND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I的話呢 他就會 假設你程式跑到這裡來的話 他會先去抓什麼呢 抓一個Raw 一定回來是一個數字 2500 那這個2500呢 碰到AND的話 其實喔 這一串跟這個要串接的時候 如果前面是AND的符號 那他只要看到AND的符號呢 會先做什麼轉型 本來是數字有沒有 碰到AND的符號呢 他會自動幫他轉成一個字串 VBA還蠻累 我覺得VBA很多地方不用轉 他會自動幫你轉 那前提是什麼 他遇到了一個AND的符號 就跟什麼呢 前面這個 有沒有 前面這個字串串接 所以呢又把2500給串到這邊來 那這樣的做法 以後的話呢 他會自動彈性怎麼樣 去追蹤你到底最下面是不是2000 如果不是的話 那當然他就用新的這個列數來做 OK那這樣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不過呢 這裡面呢 還需要注意 至少 三個地方可能會出錯 哪三個地方呢 第一個 如果呢 我現在已經有一個菜頭 我再輸入一個菜頭 他會出現什麼 你這個名稱沒辦法命名 為什麼 因為一樣的名稱 那怎麼辦呢 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第1個 第2個是 如果使用者 他就按確定 按那個直接 假設跳出那個請篩選 他就按個確定的話 那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也會產生錯誤 這個是第2個 可能的錯誤 第3個錯誤 可能是什麼 如果你輸入一個人 假設小李好了 可是這個小李呢 目前不存在啊 那他怎麼樣呢 小李 OK 那沒有這個人啊 那如果以剛剛的流程 他會 還會跑呢 他也會跑 也會複製 也會貼上 可是問題 你切過來發現呢 小李沒東西啊 沒東西 你產生一個 給我幹嘛呢 你應該跳出一個訊息跟我講說 查無資料 OK了 對不對 所以至少 會有三個可能的錯誤 那這個錯誤 我自己取一個名稱叫 房呆 所以有三種房呆機制 房呆就是 程式 你想得到的 當然可能除了這三個以外 還有第四個第五個 但是我暫時還沒想到 如果你想得到的話 你就應該 怎麼樣 把它 那些問題 先把它解決掉 否則的話以後你給U10 或給你自己用的時候你會發現奇怪怎麼要跳出錯誤 那怎麼去做房呆 那我們待會針對這三個問題 分別 來做說明 所以會有 123 那房呆的方式的話 這邊有房呆1 房呆2 房呆3 程式在這邊 也許 可以想想看 如果可以自己想出來的話最好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如何把這三個房呆的機制加上去 那剛剛主要是 加上那個什麼 加上一個 就是外用資源 那個關鍵字查詢 其實還蠻重要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把我們剛剛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錄製的東西 拿到實價登錄裡面用的話 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個地址 一定不可能完完全全精確 但是如果你只是 他輸入某一條 比如說街道的名稱 自動幫你產生那個街道的查詢 結果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就需要用 所謂的 萬用資源 就是在x前面呢 串一個什麼呢 就是等於 信號 在後面呢 串一個信號就可以了 那個信號指的就是 不管前面呢 有幾個字 也不管後面有幾個字 反正中間呢 有我要的那個關鍵字 就幫我查出來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也就是利用這樣的查詢系統 基本上呢 你可以用在 只要有資料 的地方 只要那個資料呢 非常的龐大 那就 非常有價值 那其實也是另外一種思維就是把Excel 直接 拿來當成資料庫使用 OK 如果這樣可以的話 其實說真的 那個 SS 那個資料庫呢 暫時可以踢到一邊去了 真的 大部分情況 我覺得 以目前的辦公室應用 大概以一般人的使用經驗來看 大概九成以上的人 其實是用不到資料庫 用Excel來當資料庫 其實就綽綽有餘了 因為你們的資料量 要能夠超過100萬筆 可能性質也非常低 OK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 防止 城市 產生錯誤的 三種情況 如何克服 當然可能有第四種第五種 那當然你也可以 利用前面三種 去 對 無論如何